整条轨道上可见被撕烂的纸箱散落一地 铁轨成了垃圾厂 还没到达目的地货柜就被撬开 美国加州洛杉矶进来铁路窃盗案大增 窃贼拖完东西就随手扔掉包装和盒子 现场一片狼藉 美国联邦快递 UPS和亚马逊等公司的货物 都被人拆开抢走 这是法律 实际上我们必须在法律上的法律 窃贼会等货运火车行驶速度变慢 再爬上火车用重物砸开货柜门锁后 大抢特抢 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表示 因为窃案激增 可能会暂停在洛杉矶的业务 更痛批加州政府纵容犯罪 窃贼居然嚣张到连上锁的货柜和火车 都能破门而入 而且某些抢匪觉得不够高价的 或无法转卖的就随手乱丢 例如COVID-19快晒试剂与肾上腺素注射器 但可能有许多民众急需这些医疗物资 铁路公司表示已经加强在铁路沿线巡逻 并利用无人机等科技辅助防范抢劫 即使如此仍然无法嚇阻 光是过去三个月 铁路公司就与洛杉矶警方合作拘捕超过100名抢夺物资者 跟去年同期相比 相关事件增加160% 从加州两大港口运出的货物 约占美国进口货物的一半 这些抢夺案件可能会让美国各地 近来供货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 华语新闻台嘉宁综合报道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东协商情与正经发奖